3月13日下午,山西省最后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在该省静中市传染病医院治愈出院。 至此,山西确诊的133例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出院。 13日下午出院的42岁女性患者是静中平遥县人, 长期居住于武汉,1月22日自行开车从武汉返回平遥。 患者于2月5日无明显诱婴出现咳嗽、咳痰。 入院体温36.8摄氏度,胸部CT显示右肺下液后段见片状高密度影,考虑感染。 2月13日下午转入静中市传染病医院。 病人刚住院的时候,他全身情况不太稳定, 贫血也比较明显,而且也有体温,肺部的病灶也不太稳定。 针对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,我们启动了市级和省级专家的多学科会诊, 包括了西医的神经内科、血液内科、消化内科、妇产科以及中医专家的一共有8次的会诊。 3月13日下午13时,静中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会诊。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患者符合出院标准于当日出院。 截至目前,山西省133例新冠肺炎患者已经全部出院。 严格按照国家出台的新型冠肺炎病毒肺炎的诊疗方案, 做到因人失智,一人一侧,坚持中西医结合,中西医病重,中西药病用, 把心理干预,早期介入,加强营养,支持治疗。 我们的病人都至少经过了两次以上的咽试子和痰的核酸检测, 经过了至少一次的血液的核酸检测,全部转阴,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。 出院当天,治愈患者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洗个热水澡。 欢送现场,静中市传染病医院为患者准备了两箱礼品, 相关医护人员为他送上祝福。 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给了我无畏不知的关怀, 给了我安慰、鼓励、支持。 在此感谢静中五院所有的医护人员,白衣天使们心情付出。 感谢他们,感恩他们,谢谢,感恩,有你们。